你的電腦如果有升級到這個Win10-1903 那你的滑鼠就可以這麼大支 不過他有個小缺點 我先把缺點講一下 你現在有發現 其實我剛有在錄影對不對 這個這麼大支的 錄影的時候恢復原型 所以如果打開影片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我滑鼠就是小小的 就恢復原來的 他就是有就是在呈現的時候是這樣 但是Mac的部分啊 如果你有Mac的電腦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是可以錄進去的 這種功能其實在Mac上很早就有了 只是Win10之後 要這個1903之後才有 你就可以從這個地方 這個設定裡面 你找到裝置裡面的滑鼠 滑鼠 點到他 右手邊有沒有調整滑鼠的 與優標大小點下去 有沒有看到 可以變成大支 這樣夠大支 這樣夠大支 那也可以改變不同的顏色 這樣就看得很清楚了 所以這個部分是他 一個蠻不錯的一個改進 那萬一你們家真的沒有這麼大支的 其實呢 我們在這裡面也有介紹另外一個 Pointer Stick 這是叫邊的 你如果有興趣的 你可以去找一下 我裡面有那個連結 那我秀給各位看一下 叫邊 在這裡 這樣有沒有一支叫邊 大小也可以做調整 你要大支一點 這樣有比較大支嗎 看你要多大支齁 要什麼顏色的 自己挑 有不同的類型 有不同的類型 就看你自己 這樣也很好用 嘿 這個是 看你 如果 通常如果沒有這支 這麼大支滑鼠的時候 我就會搭配一下它 好 那如果有我就把它藏起來 反正 這個各位在看 有沒有手也變大了 對不對 這個我們在簡報的時候 其實就一個很好的一個 輔助工具 順便跟大家介紹 好